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 我是NV大雄 Match Bear 今天為什麼會直接跳過開頭畫面呢 就是因為 今天的東西真的太大 它大的比 一開始我買了這一隻 七龍珠的 破壞神迪魯斯 還要大的離譜的 SHF 然後呢今天後面有個小夥伴來陪著我 這個是我的一個 好朋友然後他提早 一個月送我的禮物 他說以後呢這隻東西呢 會不會在我頻道裡面陪著我 一起開箱啦 新夥伴彩彩 今天要開箱的是 這個大的 超級離譜的 光是看就知道他比 比魯斯還要大超級多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吧 打開了 真的好大 看 這種大小差異真的是差太多了 而且他好重 他很有厚實感 他超重量級的 而且表情啊 身形啊 然後各個分件都做得很漂亮 上色也很不錯 尤其這紫色的支架 哇 真的是很霸氣 然後上面很多 小小的塑膠片 我先把他全部都拆下來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他的可動吧 他的肩膀 很可以 可以轉圈 然後手臂呢 哇手臂這裡 就是SHF一直都做得不錯的 雙重關節 這隻比魯斯也是 他也是雙重關節 不過 最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 一直以來 七龍珠最讓人勾病的地方就是 他的燈籠褲部分 燈籠褲一直以來都是 讓你可動降 降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 來試試看吧 哇 果然沒錯 他的腳頂過就是抬到這邊 不過還可以的是他的骨關節 應該 哇 骨關節沒有問題 哇 骨關節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骨關節 可以抬到超後面 這樣 很瘋狂 前面 前面就是 沒有辦法 像很多人瑜伽啦 不過 可以做到劈腿 已經算還不錯了 這種燈籠褲的部分 開呢 喔 開的話 可以做到側劈 側劈的部分還OK 腰部呢 前面 後面 後面就緊繃到這邊 就是 凹一點點而已 前面比較多一點 然後可以轉 喔 這是腰部 扭轉的部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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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都快到屁股那邊了 再轉下去可能會爆裂 頭呢 喔 可以往上抬 這樣 往下 往下的話就可惜了一點 你只能夠 欸 好像也還不錯了啦 可以抬到這樣子了 不過他臉真的很像 這樣感覺 這裡的 他幾乎沒有下巴 這樣臉 他的配件呢 有給了一個超級不相干的 一般普屋臉 這個 應該可以拿去賣吧 我覺得 因為我也沒有買大隻的普屋 因為 普屋不是我的菜 Sorry 然後他有附送另外兩個臉 是 可以這樣拎著 這樣拎著直接介紹還不錯 一個是 生氣的 欸生氣在這裡 然後一個是比較沒有表情 也是有點怒 有點像搖蠢 這樣的臉 他的那個 刻線啊造型啊 都做得很狂氣 這一隻的頭雕 真的做得還蠻好的 我們來換一下好了 如果遇到像這種 可以拆裝式的模型 他如果說這邊很緊 記得 最好是買一瓶細油之類的東西回來點 像我就有跟 我朋友阿萱 一起訂了一瓶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我們是買大瓶的 然後一起分裝 然後就是在上面再標上細油 這東西很重要 如果 像是有些關節卡卡啊 或者是 有那種就是 像我這樣不好拔的 都可以上細油 最好的方式呢 我有的時候會用 筆刀沾一點點下去 然後不然就是像這樣拿牙籤 把它給沾了進去以後 就不要急著拔 先把它給 扭一扭 好緊 這聲音真的 上完細油以後 記得先把它給扭一扭 像剛剛原本有 啪啪啪的聲音 現在扭完 現在把它給細油上進去了以後 就沒什麼音響 這樣再拔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危險 像這樣 輕輕聲聲就可以把它拔起來 這個部分很重要 一定要切記 拔的話一定要怎麼做 細油 對於模型應該比較不會有傷害 因為看到很多 網站或者是 玩模型的朋友們 是介紹使用細油 然後再把多餘的部分呢 用衛生紙把它擦乾淨 之後呢 對於圓球上的 細油 不要先太急著擦喔 等之後處理完 再來擦也是可以 就是 先把 想要換的頭 擦上去之後 多扭幾下 讓每一顆頭 都稍微沾滿了細油 這樣之後呢 才不會造成說 在插拔的途中呢 發生 不可避免的斷頭事件 要不然這個關節一斷啊 後續的處理會非常的麻煩 只要一聽到 啪啪啪的聲音 就記得一定要試著上一點細油 很重要 或者是說 怕會不好拔 也可以去泡一點熱水 讓裡面這個關節 可以稍微軟化了以後 再拔也比較安全一點 或者是用那種 吹熱風的吹風機啊 之類的都可以 哇 熱身器的臉超級霸氣的 然後他附了 手有附了一些 像是指著的手 這種時候就是這樣 很凶狠的表情 然後在指著別人 這個手是拿來挑釁用的 就是這樣 來啊 一來 一來 他發出氣功炮的手呢 是給兩個 這種感覺 就還蠻帥的 直接把他手放上台 就像這樣 要放出那種很大的氣功炮的感覺 元氣彈 欸 不對 招式不太對 等你上來說 這隻的可動度真的很棒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燈籠庫真的是 是七龍珠的一個武漢 要不然他除了燈籠庫以外 上半身啊 可動啊 跟造型真的是 很完美的還原劇中的造型 後面都很沒有 沒有 忽略掉 整個造型 整理上都是非常棒 這個M的上色也很棒 然後他還有附了一個 這個 氣功球球 這個其實是 一般浦屋在 放出那種奇怪的 光線的時候在用的 不過也是可以留下來給他用 就是可能要一個小支架 或之類的東西 才能夠把他給 做出放一些招式的 狀況 這隻超級巨大 而且他價格 我已經忘記當初 預購價是多少 不過好像跟 一般的SHF的價格 售價差不了多少 所以這隻真的很划算 他有夠大支 而且他重量感十足 你看 比魯士在旁邊 整個變得超級小支 再放在櫃子裡面 超級顯眼 這隻好處是 他幾乎可以 快要到跟 真人一樣爆胸 因為 他的 後面 額外做出這個 可以推出來的 可動機關 所以就可以把手 爆得 很OK 像這樣 完全的爆出 那目前這一隻 七龍珠系列的 SHF 只要一出來 基本上都是搶購 所以如果 預購沒有搶到 現在的價格 應該都拉很高了 如果想要收的話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價格上啊 然後還要找 要有誠信的店家 目前是聽到 有幾個案例是 為了買這一隻 然後找到那種 比現在市面上 拉高的價格還要便宜 結果好像 有一些小狀況 如果想買的話 真的要多注意 那今天的 浮屋呢 就介紹到這邊 因為這一隻我沒辦法使用 旋轉台 因為這隻真的太大 旋轉台我放不下 剛剛緊急事件發生 原本已經拍完了 後來發現了一個 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 我把 壞浮屋裡面 送的 浮屋臉了 裝在外浮屋的身上 造成了一個 很詭異的狀態 可是我真的好喜歡 所以我這張臉 不會拿去賣 就是 將將 長得超鏘的啦 好可愛喔 這張臉很OK 而且白動自如 就像長在他身上一樣 對啦 原本就是同一個人 好嗎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是V大學 我愛吃貝了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 以後還會再開箱更多有趣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喔 然後我們下次見 拜拜